我最近您开始过菩萨说 这个您说菩萨说 就不要初一十五了 可以逼开初一十五 随缘放生救刀驾鱼 这个菩萨的含义是在于哪里呢 师父 这个菩萨的含义就是为了救众生 不是为了作秀 哎呦初一十五的大家来啊 哎呦 好了他一看初一十五 那些鱼再去多捞一点 你再放下去 你说有什么意义啊 你放的多它捞的多 你要是随缘的 你今天呢 我们我们上次去放生的 我们虽然鱼少 但是这些鱼本来全部送到饭店里去了 一条条大大不得了 好了全部被我们捞过来放掉 这就不是就刀下之鱼了吗 人家饭店里没有鱼了 那就对了 那你才叫救人呢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对对对 有的地方他们放生了很多 他初一十五 他就鱼老板就多进 这样就做好了 对对呀多进多捞啊 捞不完呢 捞了再放放了再捞 你说有什么大的含义 你为了救度众生的话 你为了救人性命的话 你当然不应该做秀了 他要卖的 你突然这些 来我买下来呢 那最最厉害的呢 过去有一个人身上 那生了一个怪病的 结果呢 人家叫他去做功德放生的 他就专门在人家鱼饭子边上的 人家买了 买了之后 人家拿起刀要砍了 那你停下来给我 看来还有几个甲鱼别 来你停下来 他这个的要买去要杀的 就问他红烧还是买主 那个时候他说来 我来买下来 那这种呢 你买下来 后来没多少时间 身上怪病门 完全就消失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心会一样了 因为这时候 你的心智特别善良啊 你看见这个针板上传着血 你再看见这个鱼 又是一刀下去 你那个师父说 我买下来 你突然花这个钱 你说这个概念一样吗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这个道理 那师父 在讲的初一时候 佛陀圣诞放生宫 就是天上下来的菩萨 那那个财明多 那但是 如果去就这种刀下鱼 人员去买饭 是其实 其实福德也是很大的 是这样的理解吗 虽然为什么呢 初一十五人多的话 你共得大门 因为大家都在行善 所以菩萨就下来 那也是好的 因为这是 大家一起做 那个那个 供业嘛 供善业 不是供恶业 对不对啊 那么菩萨下来了 还有一种呢 你比方说 你就两三个人 放刀下之鱼 那怎么办呢 菩萨也不一定下来啊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 胡法生一定把你这个 光辉业绩 给你抱到菩萨那去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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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 你忘了 好 谢谢说 我们来准备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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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